讲到占卜,你可能会听过水晶球塔罗牌 那你又没有听过饺碑呢? 饺碑其实在远古时期已经有 以前真是用旁壳摘地去寻求神灵的子人耶 而在西贡种山之中,竟然有一个超级巨大的饺碑石 它出现在西贡大滩郊游径附近 压纳在174米高的冲沙顶山之上 究竟这个巨大仿越旁壳的饺碑石 是否比远古时代更早已经出现在这里呢? 不如等我两个大妈怪带你们上山去看看吧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两个大妈怪 今天大家来到大滩这里 我们今天会去一个地方走三座山 每一座山都不够200米高的 我老公好笑,他立即摸大滩 是沿海线 其实那条路都是一些灰色的路线 在地图,也没有什么人走 他有时候想去很久 这次有决心终于来收集资料带大家去走 今天我们在西贡小中心 乘坐94号巴士 来到大滩站 一下车,其实是入口来的 下车后转转入大滩村 因为我们要入村 记得要戴口罩,尊重别人,尊重自己 我们现在入村了 好,走吧 我们就会沿着这条石屎路走进去 最初其实是很轻松的 因为都是经大坑郊游径一直走到我们起步点 一个石我们转左才上山 好了,我们要继续吧 好,我们沿着马路就来到这里了 桥的右手边 你看到外面的景色多漂亮 这里就是蓝蛇尖 我们很久没有回到西贡这里了 过了桥之后,我们就转左 即是这一边 转左 其实转右这边 出去有个小石坑,其实很漂亮 记得这里始终都是村民的地方 记得戴口罩 不要说话,不要这么大声 好,继续向前走 如果你刚才转右的话 就会去到这里下面 有个石坑走出去 远处这个就是黄石码头 好,我们继续走 哇,这里的村民弄了个这些板 就是这里了 在村屋的后面那条石屎路 一起走 然后就转右 右手边一转到出来就是这里 好,我们将会离开这个村 就种入这个大摊郊游戟 好,我们不如接着就过这一条 小溪 哇,这里好漂亮 这里有个指示牌 其实我们就沿着一条路 这一边 一直走过去 这些石砌的路好漂亮 这条胶游戟 这条胶游戟 它就会多这些大石 刚刚就经过了5403的指示牌 就开始要留意我们左手边 会不会有够大石 可以上去这个施地那边 这些水超级清 是否很想下去游泳呢 超级清 不错不错 其实走这条郊游境都不错 沿着这条海边走一只鞋 不会堵塞路 因为都是一条路 那就去到海下那边了 好,走到这里 留意左手边有一个大石 就是这一块 这条路其实很斜 在施地那边 我们会走这条路上 好,那我们走了 这条路其实不是正式的家园形的路 是一些方径 以及灰色的路径 你可以戴手套慢慢走上去 就会小心一点 其实这条山路很窄 你看看多少路兜 这些就是人家说假菠萝 但当然这些野生的东西 不懂不要斗 看好了 而且这些始终是属于大前列的 就不要临练财 我们现在就沿着这条路继续上 现在是微微上斜的 有个大石站在这里看看 好漂亮啊 你看到远处这个 就是东芯旗那边 那些地方夏天走就最適合了 后面的就是大家没理由不懂的蓝蛇尖 我们刚才就在这个位上来的 其实现在我们就微微上斜 好,继续了 记得穿长衫长褲来 因为这里两旁都有很多草虫 都比你个人高 好,慢慢爬上去 就大概走了两个字 就上到这个竹林 小小的竹林 好漂亮啊 因为两旁的树其实比我高 所以大家走的时候 小心跨到手手脚的童年 不知道我老公会不会游戴我 带他走这些路呢 其实不算的 不过这条路就很窄 而且还没斜 所以都需要体力的 现在有一点平门的位置了 稍后呢 目的地就在前面了 那个呢 就应该是我们的私地目的地 好,看回头先 下面这里呢 就是刚才经过的大滩村那里 这里呢 就是那个黄石码头 我们继续吧 攀升斜上的 要一定的体力 现在这里开洋有点风 正 其实沿路都有很多大石的 所以会有少少 高低差落比较大的斜路 还有斜上 所以都挺熟悉 我们看到山顶那块大石了 好了,我们到了 这里就是私地 131米 那我们今天走三座山 其中一座山了 那么呢 你看到远处那里 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另一个 稍后要征服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这里 这里暂时就没有刚才 上来的风景那么开药 哇,但是今天的黄石码很漂亮 它有一点点暈在顶上 就是在这一条路上来的 途中呢 刚才经过几个大石 我们就上了去玩 辛苦吗 好,我们现在就在私地 131米 向我们的左手边这条路走 现在我们首先要下山 去到山谷位置 然后再上 现在路况就是这样 慢慢斜下去 这些是黄泥路 现在我们下山 再加一些树叶 就比较斜 到下面山谷 然后又要上去那里 好,那我们下山谷底了 真可憐 下多少,上多少 现在相信就开始上斜了 石斑木 很漂亮 沿路上来都开得很融 它是这样的黄泥石 路况就是这样 很有趣的那只花 不知道能否拍到给大家看 我们沖沙顶那边 还有一块黄泥路 有一些碎草感 明明是斜上的 又踩脚位 不觉得很滑 所以都放心走 这里就一边上去 回头一望 因为很美啊 风景 那边就大石拍了一张照 远柱其实也隐约看到 白色一点 是私地的标高处 后面呢 就是蓝石尖 哇,挺开样 左手边就是塔木 右手边是高楼弯 东斜、二斜那些 全部都在一起 我们之前都拍片去过 有兴趣就大家去看影片 漸漸都挺斜的 演个Pose-up给大家看 就是这些路 很有趣 好像一级级楼梯 但是就斜上 我们即将到174米的 冲沙顶 没有标高处 整个月好像没有来到 西贡的大海 很想着这里 多漂亮 我们刚才就由这个位 过来 一会儿我们就沿着 左手边直行这条路 继续过去第三个站 就是九杯石那里 现在下三条路 又是这些黄泥路 稍稍的 下到底 之后上九杯石那里 我们要转右 现在山径都很明显 有一条直路 下到这里大树 相信一会儿我们向前 再上山 现在微微落斜了 有点阴梁位 我相信现在 应该到了山谷仔 看到这里有分叉路口 左边一条路 右边一条路 向右手边 这里去搅杯石那里 你看到左右两旁也有很多丝带 这里一定要穿三长裤 好香的树味 原来也有很多丝带 附着你告诉你这条路 当然丝带不尽顺 都要看G-PAS的地图 我们就在丛林里面 很香的森林的味道 现在路况就是这些石头仔 微微上斜了 开始又上山了 好斜啊 好 我们继续上去 加油了 我们刚才就在这个山仔 那里就是沖沙顶那里下来 然后下到下面山丘的丛林 然后就沿着右手边这条路 斜上来的 刚才就在这里过来的 出来就是一个大草原 有一个纪念碑 就是会计师公会那边 成立的一个碑 但因为那里有人 我不方便拍 那我们现在就去搅杯石那里 就是在这里前面下来的 好 我们走吧 这一棵不知道是什么 好漂亮 有一些小黄花 在耳中间很漂亮 好 走吧 今天蓝蛇尖在云那里 好漂亮 看看 如果身处在那里的话 会是什么感觉的 看看这里的生物多漂亮 好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那个比较出名的 搅杯石 看到了 这个就是搅杯石 大家有觉得像不像呢 其实知不知道什么叫搅杯呢 搅杯其实是一个占卜用的工具 通常就会用竹和木去造成的 它是两个唯一对 一边就是立体的伸穴形状 另一边就是平面 一平一突 其实用来祈求神明的指引 比如说你有件事想求一下 看看顺不顺利的 要集连续三次 都是集出一平一突 圣杯的话 即是说神明就认同 你做这件事 就会顺顺利利的了 这个就是搅杯 是用来占卜用的工具 这个就是搅杯石 这里看出去的景色很开阳 很漂亮 相信这边就是湾仔海峡 这边就是出名的海下湾 我们看看这边 也有很开阳的景色 石屋山也看到 那里有个天线位 就是石屋山 石屋山就是西贡区最高的 三四百多米 我第一条影片也上过去 那里也很值得去 很漂亮 有兴趣就上去看看 好 那我们现在休息完一辆 已经饱了 那我们就沿着搅杯石的右手边 即是这边 那我们就下山了 下回到大滩郊游径那里 那如果不去炉仔石的话 沿着大滩郊游径一直走 就会去蓝路坳那边 然后蓝路坳再转左的话 就一直去海下 海下那边就会有小巴 再回到西贡市中心 这条路好漂亮 好 现在有点点落斜了 它滑的原因是因为很多这些 薯叶在路面上 所以小心一点 慢慢走到下面那里 我们刚才是否下斜的 很斜的那里 原来我们立刻下地图来看 原来我们偏离了原本的轨道 就向了另外一边 比较方近 再方近一点那边走 所以才那么斜 但是我们不知在哪里出错 转了弯 所以才会这样 如果你走对那条落山路的话 就应该没到这个牌之前 这一段路就落山 然后再在这里走下来 应该 但是我们因为偏离了轨道 就走前了 就在这里出回来 出回来之后 现在我们就在大滩郊游镜 就转左 就是在这一边 就走回到南路坳那边走 所以看地图很重要 现在就是沿着大滩郊游镜 你看到路况就阔落很多 那这个牌一边帮它走 就出回来南路坳 就是大滩郊游镜 向这边走的话 就上炉仔石那里了 炉仔石是161米高的 它是那些黄泥路 炉仔石的路就是这样的 这条路也挺阔的 比刚才那里阔多 刚才攀升了100米之后 就开始平衡一点 那就暗斜 现在路坳好多了 希望可以在日落之前 上炉仔石再下山 分岔路10字路口 左右前 我们就向前面进发 这里有丝带 现在路坳开始窄了 又看到一条橙色的丝带 炉仔石的山顶就161米高 其实它没有标高处 它就有一堆石在上面 其中一块石 就像一个炉 所以就叫炉仔石 好 你看到前面的路就越来越斜了 回头去刚才这里过来的 后边就是这样 就到了地图上显示的炉仔石 那炉仔石在哪里 刚才我们就在这里过来的 就去了这个 比较开阳一点的位置 去找一块石 但是找不到失败 那我们就继续下山 这里下山的路 就会有一些密林路的 都是 哇 这里多漂亮 这里前面左边就是海下自然保护区 这里前面凸出来的就是摆头灯 你看到有个营地在那里 就是湾仔营地 这个应该是西营 右手边 这个就是湾仔的海盒 有个沙滩仔在那里 你看到那里 这个位置都有个营地 这个营地应该是南营 其实这里是很多人扎营的地方 如果向这边走 虽然转远一点点路 但是风景就会好一点 我们现在沿着这里下山了 黄泥路 泥沙石路 但是它又是一级级的 所以小心点走 其实又不险的 现在看到有点斜落 我们现在就下去 就是南营坳那里来的 好 走到这里有点开眼镜看看 刚才我们就在这个山那里过来 然后转过去看看 蓝色那里就是海下的保育中心 就可以坐玻璃船看珊瑚 在这里转过去 现在我们就向这边 方向继续走 刚才进了麥林 我以为我选错这条路 我特意转远一点 就是想看开药 然后怎么知道 什么这么快就没有了 现在就很漂亮 你看看 幸好它没有令我失望 很漂亮 看到湾仔 塔门 高楼湾 完全是蓝石尖 我们沿着这条路 继续下去了 哇 这里真的很漂亮 超级漂亮 有人骂了 要走 明白的 走走走 现在的路况是这样的 沿着这条路慢慢下去了 我们刚才沿着这条路 这样走下来的 你现在看到的路况 就是这样的 我们 就要沿着这条路 就向这条路继续走 落到最底就是蓝路坳 我们要去到这条路 然后再下去 你看到很多黄泥石 现在到平门位置 现在就继续向蓝路坳那边 方向了 现在路况好走很多的 它现在不是斜落 不过是闪着 这条路有很多石 走快点 好 落到最后这段路 相信我们就已经到了蓝路坳那边了 前面你看到楼梯了 我们终于完成了这条路了 就出到来接驳这条石屎楼梯 我们就转了 这条路就非常之好走 沿着这条路 一直出回海下 好 今天我们的旅程就原本结束了 今天我们也介绍了几个山给你们 包括131米的施地 174米的冲沙顶 接着就去了胶盃石那里 看影像 那个风景超美 然后再上去楼仔石 不过就找不到一只楼仔 就160多米 但是楼仔石下来的那条路 是非常之美 但是这条路因为始终不是胶油境 是一条在地图上的灰色的路 所以大家真的考量清楚 这条路对不合自己才好走 而且也需要体力的 那现在远远去郊油境 我从下那里走出去 如果喜欢两个大魔怪 今天介绍给你的这条风景的路线 不妨给个like我们 分享 订阅 以及介绍给你的朋友 约在一起行山 最紧要爱惜大自然 你带多少东西来 带多少东西走 那好吧 拜拜啦 好漂亮的咸蛋黄 我们又走到日落西山了 好 我们走到这里看到有楼梯 如果一转左是向好景士多方走的 我们走吧 其实这里 下去码头那里应该都挺漂亮的 前面就是海下湾的沙滩 其实现在沿着这条石屎路 慢慢走到好景士多 你看到这个有个历史古迹的 就是石灰窑 其实海下湾有四个石灰窑 而这个就较为圆整 和大的石灰窑 拍给大家看一看 这条石灰窑 都挺大的 在上面看下 这里就一大一小两个 这个就是小的 就是这样的 其实这里有几间 是给你租独木舟的 其实有好景士多 云海少多 和法技士多 你们自己比较一下 价格的价格和服务 和艇的新不新 你才会租 我们现在回去乘搭小巴 前面那里就是小巴站 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